你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來到這個咖啡店裡面吃東西嗎 是因為這裡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它剛好就是開在火車的軌道隔壁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姜之店的火車在這裡經過 對啊 它剛剛那台真的是靠好近喔 就直接在我們店的玻璃前面 不過其實這邊雖然是叫咖啡廳 但它其實是有賣早餐跟午餐 你知道它的早餐就是完全日式早餐 而且好豐盛喔 我今天選的就是鹽烤鯨魚啦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鹽烤鯨魚 所以我來試一下 我需要飯喔 但是很好 因為日本的套餐通常都是比較清淡一點 但他們的魚就會鹹一點點 這樣你就可以很開心都把整個早餐給吃完 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咖啡廳在兩點之後就會開始賣蛋糕 你看呀 火車經過了 你看就是在這邊打卡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特別 也難怪那麼多人來這裡排隊 對 因為他們整間店都是走一個比較文心的路線 我覺得日本的起司蛋糕跟美國的那種起司蛋糕 是有點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就是會比較硬生一點點 然後他們的起司味道也沒那麼重 就是走清淡路線的 然後你就可以好好地吃到它的果醬的味道了 這家開在薑汁店鐵道旁的咖啡廳 可是網路火喉名店 每天開門前就會出現長長人龍 連我們也是乖乖排隊 等了好久才做到店裡最搶手的景觀席 一邊享受美食 一邊看著薑汁店緩緩從眼前開過 喔 這種幸福感 絕對值得找起來排隊 太多了 啤酒 開店 第一次